好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继续来帮你讲解6.5 就是在Android 里头呢 他的一个预设的或者是默认的行为 一个例子 那我们来看看Android里头呢 他的预设的行为是什么 Android是一个应用框架 就是刚刚已经说明过了 Application Framework 然后呢 他里头呢有很多的抽象类别 也就是说 是必须要被补起来之后 才是一个完整的 才能够 产生一个完整的对象 的一个让这个对象 拥有完整的行为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称为 叫做抽象类别 我再说明一遍 抽象类别呢 就是 写一个附类 那本身呢 需要 有子类 来把它补足的 才是完整的 那 那 所谓才是完整的意思 就是说 补足之后 把它产生一个对象 就是产生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他的行为等等 都是完整的 所以 所以 譬如说 这边有一个 F1 那么 这里头假设 这写一个 F-Trade 只要写一个F-Trade 这个 那 这样子的话 就表示呢 需要 这边要来补足 要来补足 对不对 要来补真正的代码 这样子的话 来产生的这个对象 那这个行为呢 不能只靠它 因为它是空的 它必须要把它补起来 有了这个 它这一个对象 的行为才是完整的 那这我所谓的 就是要 有 附类 要有子类 来把它补足 补足之后 来产生 对象 这个对象呢 的每个行为 都会有代码 那这个的对象 就成为叫做完整的 好 那相对的 这个负类呢 就是不完整的 加了这个东西 就是完整的 加了子类 然后拿完整的类 来产生 对象 这个对象 就是完整的 一个 拥有 这个完整的行为 OK 好 那我们 继续来 说明了 在抽象类别呢 摆了一些 预设的行为 又是 定用框架的主要的技巧 那么 因为 这个部分要补的 我们可能发现 有一个部分呢 事先我们就可以 把它 放上去 让它呢 如果觉得这边适用 那么它就不用 它就可以 省掉 一些事情做 写这个 这里的代码 OK 所以呢 就会把 把默认的行为 放进去 原来的 抽象函数里头 因此它就 要是一变 不是一个 抽象函数了 反而是一个 迹象的函数 OK 那因为它有 迹象的函数 所以如果这边没写 它就自己呢 它就等于 继承了这一个 迹象的函数 那就会 执行 它的默认行为 那这个时候 这个 对象也是完整的 OK 所以Android里不含 不仅含各式各样的 抽象类别 那么 也含有各式各样的 预设的行为在里头 预设的行为 OK 例如View的 这个负类别呢 就定义了OnDraw这个函数 而且呢 有预设的行为 那么Button又从View 继承而得到一个 OnDraw函数 OK OnDraw函数 最后我们还可以选择 新类别 去继承Button 能栏继承而得到 OnDraw的 这个函数 那OnDraw的函数呢 里头 是有代码的 是有代码的 所以它是一种 预设的行为 所以 由基类 定义的预设的行为 它都 可以给 这一个 组组生生 来继承它 来继承它 好那我们现在 就来 看说 一个Button 这个预设的行为 就是 OKButton 写一个OK 写一个OK OK 那我们现在 除了这样的 一般的OK的字之外 还要再加一个 黄色的圆圈 黄色的圆 是新的 再加一个黑色的 红色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 这怎么写 好啦 我们现在 写一个子类 加AC01 那这是负类 好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看得出来 啊 这一个 啊 Activity里头 有 有一个onCreate的函数 而且是 具象的 所以它才能够调用它 OK 因为它是具象的 所以呢 在这里才可以super. onCreate onCreate OK 那 这一个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这个默认的行为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为了默认行为 他喜欢 附类 的这个默认行为 所以就调用的 附类的onCreate 去执行 去执行他的 默认行为 OK 执行他的默认行为 执行完毕之后 那么我再来做我要的事情 就画我的 UI OK 是这样子的 所以第1个 是有 onCreate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在 附类 显然他有 他的预设的行为 那我先 执行他的预设的行为 再执行呢 我自己的行为 OK 好我们再来看button 再来看button 那button呢 这是附类 那我们自己写一个OK button 这个止类 这个止类 那因为button呢 他从view 继承下来的 这个 他的最上面是view 那么view呢 就已经定义一个onDraw onDraw的这个函数 已经定义了一个onDraw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他是 有预设行为的 你看在这里 他是 调用 这个附类的onDraw 那这个 附类onDraw有他的预设行为 所以先去要他的预设行为 之后 画我们自己的图 有没有 预设行为 预设的行为就产生一个 一般的 画面的button 再写一个OK 两个字 没画图 当你在这里再继续做下去的时候 就把它填满 这是继续做画图 OK 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这里头是调用了 附类 的预设行为 onDraw的预设行为 OK 好我们再来看 又另外一个叫edget button 也是计程button 所以呢 他也要 写一个onDraw 然后呢 这样子 那这个 就直接 在这里虽然我多了这一行 事实上 就直接 调用onDraw 所以这样子对这一行 等于有写等于没有写 OK 有写等于没有写 也就是这个 可以不写 因为你根本没做 没做事情直接 就call onDraw就好了嘛 call onDraw就可以了 OK 好 但是 话说回来 这一个 如果加了这个东西 那么未来你就很容易的 就把这个 代码交在这里 或者是代码加在这里 OK 那就变成有 可扣充性 所以这个只留下一个结构 蛮不错的 未来 再把它添加进去 我们在撰写ok button的时候 那么使用的 这个button的预设行为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它 也可以不用它 OK 因此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我们就不overwrite 这一个onDraw 这表示onDraw的 预设行为呢 满足那个ok 的需要 的需要 满足ok的需要 所以ok就没有自己的预设行为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是 啊 所有的行为 就跟button的行为是一样的 可以帮你秀出一个button OK 一个正常的一个button 那完全覆盖掉 布列 这表示呢 它的onDraw呢 啊 这个预设行为呢 就是view的预设行为 并不适合ok button 所以不想去reuse看 譬如说 刚刚这个部分 如果这一行不写 叫做完全覆盖 如果这一行不写 啊 就是 因为 预设行为通通不用 用我的 新的行为 把它 取代掉 所以 这个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啊 这就是 啊 它的 完全覆盖 顾列别的意思 行为 再来 重复应用它 啊 就是 啊 调用 啊 刚刚的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 我overwrite掉onDraw 啊 我把那个 上面的onDraw把它覆盖掉 但是 我又叫你 然后呢 参与我的 内部的事情 OK 所以我不覆盖你 但是呢 啊 我 你可以来帮我的忙 所以我reuse 对不对 ok button 类别呢 採取上书第3种 ok button 就是 啊 服用 啊 overwrite 对不对 而且呢 去扣他 啊 就是扣他 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啊 也就调用 负类的预设行为 啊 那我们减轻 我们的 这一个补充的 的部分 啊 不然补充的太多 会太累了 OK 那edit button 是采取上书第1种做法 啊 他是 不overwrite 啊 在这里 edit 啊 他并不overwrite 这一个 啊 superclass 的onzo 而且 而是直接 就用 这一个onzo 啊 这个superclass 工作 所以虽然表面上有附写的形式 但也是只是 附类的一个预设行为而已 所以呢 啊 这一个 edit button 的onzo 函数是多余的 也就是说 啊 你不写他 跟写他是一样的 写的他 也是调用附类的onzo 不写呢 因为 他在纸类找不到onzo 他找到户类的onzo 所以一样的 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 啊 edit button 跟 onzo 函数是多余的 就是这一行 啊 这一行啦 是多余的 可以画叉叉 可以画叉叉 ok 这样子 但是要了解为什么 多余的 这很重要 你要 抓住 他的 理由 ok 好 那我们就 先休息一下 谢谢